字幕提供 家中有使用地毯的习惯嗎? 如果不小心啊 低到深色的液體 你都怎麼做呢?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當下如何搶救你心愛的地毯 過程完全不用刷 又可以讓它捷徑如新呢? 就算過了好幾天才發現 地毯上有低到深色的液體 這個方法也非常有效喔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哈囉今天你好嗎? 我是左仁直視 讓我來幫助你整理授納和清洗 別讓你周遭的環境 打擾你內心的平靜 今天需要的材料有 抹布 便捷水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先訂閱、按讚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喔 前置作業 找出噴溅染色處 先觀察地毯上 有哪些地方被滴到或者是噴到深色的液體 那確認完範圍之後 請拿出神奇的小物 橡皮筋、尺 或者是任何醒目的東西 可以用來做記號的都可以 那我今天用橡皮筋來示範 把它放上去 那做完記號以後就可以開始清洗囉 第一步 噴灑電解水 把電解水拿出來 直接噴灑在地毯上有髒污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需要噴灑多少的量呢 以今天示範的這個髒污面積來說 建議你每個地方噴2到3下 如果髒污的地方面積比較大或者是比較嚴重的話 那建議你噴灑4到6下 第二步 等待60秒 接下來請等待60秒 如果我過了好幾天才發現地毯有被染色的情形 如果我過了好幾天才發現地毯有被染色的情形 那請你重複多做幾次 那請你重複多做幾次 就可以把它清乾淨囉 第三步 擦拭乾淨 現在時間到了 先把抹布拿出來 抹布記得要讓它稍微微濕 這樣子清潔效果會更好喔 那你就直接在地毯上 來回的擦拭它 這樣子被染色的地方就已經清潔乾淨囉 這個地方也一樣這樣子做 那你在操作的時候 力道清新的就可以了 當你在清潔的時候 建議你抹布可以挑選純白色的 不要有顏色的 預防抹布褪色 反而讓地毯造成染色了 地毯是不是變乾淨了 接下來就讓它放置硬乾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用清水清潔一遍 是不是非常適合懶人清潔法 左邊是清洗之前的樣子 右邊是清洗後的樣子 讓我們一起找回家的感覺吧